你知道如果一个人连续一年不剪指甲会怎么样吗 我们都知道手指甲的生长速度是没有头发那么快的 但你可千万别小瞧它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第一周 你似乎察觉不到它的变化 因为它可能只长了一毫米 这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所以你决定认它自由生长 但可能一年后你会发现结果超乎你的想象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脑洞科普 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点击关注按钮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一个月 这时你能明显感觉到指甲长长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指甲坚硬有力 用来挠痒痒最舒服不过 对生活也没造成什么负面影响 于是你决定继续挑战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两个月 如果你是女生 你会发现这时的指甲用来做美甲是最好看的 不过问题也出现了 你的指甲会开始在手机和平板上 不经意的留下划痕 你不得不开始注意自己的动作幅度 并且生活起居 比如穿衣服冲厕所等等 也变得比之前困难了 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开始了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半年 这时你的指甲长度已经接近三厘米了 由于指甲太长不好清洁 你会发现自己指甲看起来又长又黄 像是过年你连续了一筐砂糖菊一样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十个月 各种细菌埋伏在你的指甲里 他们会在你拿取食物 抚摸脸颊时趁机进入你的体内 同样的脚指甲也一样 这时你不经意做出抠脚的动作 都可能让你感染上真菌 这是你不剪指甲的一年 如果你去测量你会发现 你的指甲长度已经超过五厘米了 你不得不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 来适应自己的指甲长度 甚至连鞋码都买到了一码 才能给指甲一个容身之所 但真的会有人这么长时间不剪指甲吗 你敢相信吗 世界上最长的指甲长度 能达到将近十米 现在视频里这位老人名叫奇拉尔 来自印度 他的指甲长度甚至比你的身高还高 奇拉尔小拇指指甲有1.79米 无名指指甲1.81米 中指指甲1.86米 食指指甲1.64米 大拇指的指甲最长 能达到足足2米 他平时需要将指甲盖盘起 用胶带固定 一只手的指甲总长度 加起来有9.1米 相当于一辆巴士的身长了 奇拉尔开始留指甲的原因 说来也是好像 他从14岁起就没剪过指甲 只因那时的他 不小心将老师的指甲划破 被老师责备 说不留指甲的人是不会知道 保养指甲有多困难的 于是14岁的奇拉尔 为了和老师赌气 就没剪过自己的指甲 直到2016年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在两年后才将自己留了66年的指甲剪断 并保存在了不可思议博物馆 66年间 过长的指甲给奇拉尔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因为指甲太长 奇拉尔的左手不能大幅度的移动 晚上睡觉时 必须半小时醒来一次 将指甲放到另一边 而且因为指甲的重量 左手长时间没有活动 在他剪指甲的时候 他的左手也永久受损 没有办法再张开手伸展手指了 同样有一位留长指甲的爱好者 除了小拇指没有留指甲之外 其他八个手指的长度都超过了30厘米 为了让指甲不变弯 他每晚睡觉前都会给指甲带上保护器 但是这个长度的指甲 似乎没有让他的生活受到太大影响 切菜打鸡蛋 拿筷子吃饭 洗头 都能轻松做到 唯一不变的就是邻居们会感到害怕 那如果我们也想留这么长的指甲 生活怎么能够不受影响呢 你知道如果你想留一米长的指甲需要多长时间吗 首先是指甲的生长速度 其实每个人的指甲生长速度都不一样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生活环境都会影响指甲的生长 一般来说 一个婴儿的指甲每周都会长0.7毫米左右 而一个成年人的指甲一周一般会长1.4毫米 等到30岁之后 生长速度会变慢 按照这个速度 想要指甲长到一米的长度 大概需要15年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成年人 从现在开始不剪指甲了 15年后 要是护理得当 指甲就会长得和美国德克萨兹州的阿雅纳威廉姆一样了 要是不好好护理 任由指甲也蛮生长 那么你得到的就会是像印度的 史里达尔奇拉尔一样的指甲 并且你的双手会开始丧失原有的功能 成为摆设 那留长指甲对人有什么好处吗 事实恰恰相反 像阿雅纳威廉姆的长指甲 他每次用指甲油来装点他们的时候 需要耗费20个小时 消耗掉两瓶指甲油 费时又费力 像洗衣服洗碗这样的家务事 他也只能找人带牢 甚至正常生活起居也需要有人帮忙才行 另外长指甲特别容易藏物纳垢 指甲过长 甲缝里会隐藏大量的真菌 引发一系列的疾病 曾经有研究表示 一克指甲沟里的细菌有38到40亿个之多 能让人患病的细菌则有30多种 美国密歇根大学曾发布一项研究 表明指甲长度超过指尖3毫米 指甲缝里的细菌会超标好几倍 是短指甲人的5倍 这些细菌经常会引起肺炎 尿路感染等疾病 对此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